先試一試 手中叫什麼? Jip Coffee Jip Coffee Coffee Chip and Knife 試味人生 嗯 喝起來本身已經有一種甘味 甘味充滿了 有點像甘草 反而鮮甘後甜 即是到最後是甜 而過程當中有少少巧克力味 少少 試試這個 好 這個很明顯是Gaser 我先讀開Gaser 隨便 因為它一聞就已經聞到那一種 由始至終 由我們開箱 去到磨豆 然後沖的過程 到現在 那一種香味都很酷 剛才那一種香味 應該是一號 不會再是另一種 哈哈 鬼暗眼 Gaser 比較豐富 味道 除了聞到果香夠獨特之外 入口的時候就是Berry 然後有少少酸酸的 好像葡萄一樣 但又未至於葡萄那種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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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最後 最後 是有 有 有 苦 不是 金 是有一點點微大的苦 真的有豐富的味道 你聞到Mango味嗎 聞不到 你聞到Melon 聞不到 他告訴你 是Mango Melon 不是Flo 你這樣說的話 我可能就會有些想像力 但是我就是聞到很大股的果香 我只能夠做到那個效果 我真的說不到 對 對 知識其果 不錯不錯 OK 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一盒仔 對 因為我喝咖啡 真的不需要畫太多 Favorite 那些 一盒仔也很滑 很順滑 我又用這個 Majuline Majuline 對 對 我覺得 咖啡 你 大哥 經常試味大測試 真的 我喝24味不一樣 真的 很醜 以前這裡真的有些 有些 罐頭 罐裝 好像汽水 那樣的 24味 涼茶 而又不是 加了 砂糖 超級不健康的 喝完你以為自己很健康 清熱 當然 肥半症 有些真的 很好 又不用水 又不用沖水 又不用沖水 很開心 現在就要買些 很具體的 才會沒有太多糖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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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要減價 599 你會吃到火雞的質感 它不是合成 當然它不是 全片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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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 火雞相對來說 沒有太多油 相對來說健康 很重要 原來這個世界上 是迷你 才重要 怎知道 原來是迷你 重要 重要 吸收一點 火雞本身 不是太多油 但吸收了 火雞油雞蛋 然後還有 還有這些 蔥的微香 但因為不是包得很重要 所以又保留了 蔥有少許的青蔥 加了一些青粉 紫苔 海苔 很喜歡喝 又有蛋白和蛋黃的味道 有辣 還有 同時這樣做 麥盡 不會把蛋黃 放在碗裡 這樣就浪費了 不過不會浪費 我通常之後會做味噌湯 好像洗完 煮了 倒一點油 有點油 對 你試了幾隻 茄莎 你覺得如何 還有 你終於可以認識 這個茄莎的角色 嘩 這個花香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如果真的讓我試 一喝就知道 這隻一定是茄莎 那我未必可以 我只能說 我試完之後 這隻也很濃 拿好原來的酒 我家裡不怕就知道 都可以說得出 對 一油仔是 像咖啡 如果你說咖啡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浪費了 沖牛奶咖啡 應該沒有 對 真的 你進步 你升級 我中心學習不斷進步 我個人 為什麼呢 我想告訴你 我選擇這些咖啡的時候 有一個 是用濃烈咖啡 那 茄莎呢 通常我都是用手 那我就覺得 茄莎的牛奶咖啡 那我也覺得 沒理由再選擇多一個是濃烈咖啡 那我呢 就選擇一個 是真的用來做 濃烈咖啡的 那我特意呢 我就想試一下 Agro自己的咖啡 那我就特意選擇了一個 是給 Espresso 或者是濃烈咖啡 就是這個 嗯 那所以我就覺得 啊 如果Agro這個咖啡 那他試呢 可能他會喜歡 哇 你說得出 我做了 我做了兩年多 從PKWC開始 當然要進步 如果不是會很冷 哈哈 所以為什麼 你都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喜歡 這隻 而且 其實你冷了 那些咖啡就不太大 那我試一下 現在 嗯 這次 冷了那些咖啡會比較大 嗯 冷了 那個香味 都還是補了 嗯 嗯 涼了 涼了 而且那個After Taste 沒有那麼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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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軟滑了 嗯 嗯 不是啊 或者有多一點像Dark Chocolate那種 的苦 那種Solid 但不是苦劫的那種苦 就算 在口腔裡面那種酸味 或者那種生果味 都Smooth了 沒有那麼苦 我真的夾不到Minggo 夾不到Minggo 我都夾不到Minggo 我都夾不到Minggo 可能要試一下Minggo 加Minggo 加Minggo 夾到一起 是不是就是這種 那種 它通常都是 三分形象 七分想象 比較好吃嗎 這個大一點的果酸味 而且 你… 你… 那種Minggo 是很甜的 一些… 果體 芒果就算酸也不是很強 從這個角度我不覺得它是這麼甜的 但的確是很豐富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享受味蕾的不同的變化 無論是喝的過程 又或者由熱變回冷的情況 也挺棒的 一會兒說熱和冷就想起咖啡味冷池的出氣 有村家屬 這是Skandinavian的Rosing Stout 對 我問一下就沒問題 是,可以,怎樣呢? 他跟日本我們之前試的Rosing Couture 你問了這麼深的問題 感覺而已 都是Light Rose的 沒有日本那麼靠 日本是更柔軟的 至少1號仔,1號仔很難不說 1號仔可能可以跟Tomotaji比較 如果1號仔來說,我覺得它更像是沖牛奶咖啡那種 Tomotaji相對來說會比較豐富的 味道和差別 但是 我覺得Ginsa有幾次 在日本買的那種 你是 很淡淡的一個地步 你是 很辛苦你才能聽到 好像你突然間你拍片那樣 你的Volume搞得很小 然後你就 哇 很聽的,很辛苦 然後就分辨到 那種差別是甚麼 但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這個有點像你第一次在Kurashu買的Ginsa 是會看到一個差別 而不是你很辛苦才能看到的差別 那種Ginsa 但是 日本是很多時候你會買到 我講的 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或者第二次 Skandandese 的 experience 第一次那次我認調鐵 當時是冰島 都喝過的 那時候我認調鐵 你也認調鐵 Anyway 那時候我不算了 所以我很難可以說做一個很客觀的評估 但日本那些Ginsa 我是經常都要喝的 什麼叫做經常 要喝 經常都喝 經常都要喝 我覺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我喝中國茶 或者Oatine Anyway 日本是 日本是 基本上是比較軟的 對 但我某程度上都OK的 反而我會喜歡日本或者Skandonevia 多過 本地的那些 那我想問一下 本地的那些很新辣的 有時候我覺得 我想問 之前試過一次 試過幾個 是上一兩個星期 是 都是Skandonevian style 但是是本地的Skandonevian style 你記不記得錢 之前那幾個星期 這個很不一般 我覺得很不一般 那個大陸 你覺得跟這個 大家都是 他自己 泡沫都是他 都是Skandonevian style 即是香港人 那個很不一般 那個我完全 OK 首先我不知道什麼叫Skandonevian style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第二點就是 但是那個我是 有一種比較暗一點點的 我覺得有一點新辣 或者是裸裸的 另外 就是 我聽不到很多不同的 味道 無論是 before taste during the taste 或者after the taste 我聽不到 所以 那個其實我覺得 一般的 甚至乎 我覺得 比Pilot差 雖然Pilot 其實手沖有一點點 不同 即是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主力給你這樣做 是 不是我知道的 但是他 他不是給你 哇 tell 十萬個difference 不是那種style 至少我喝的時候 我的 purpose 我本身 不是嘗試他這樣做 可能 他可以build into 讓你這樣做 anyway 對 所以 那種我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合理 是的 雖然他說 貴香港人做 就是 北歐style 還要拿 拿獎 但是 我不管他 他拿不拿獎 我喝下去 我覺得不合理 但是你好像你自己也是這樣的 另外有些朋友是這樣的 都是有點失望的 我純粹是一個 飲用的反應 而是我未有你們兩個人的失望之前 就已經告訴你 我也覺得不合理 所以其實是 consistent的 這個說法 對 他拿獎不代表 即是臨直也有爛歌 對不對 即是他拿獎 他那個review真的很好 即是很多地方 雖然那個 即是他 他人家review是好的 是的 interesting anyway 而且他連suchi 都可以放在suchi的機上 對 對 這個有點失望 你不用手中 這樣去 逐口逐口逐滴 逐滴的角度來看 那 可能好呢 I don't know 但就算你上次是做牛奶咖啡 特龍咖啡 另外一隻 我也覺得不是 我們試了兩隻 一下 一下 OK 我也覺得很好 特龍咖啡我覺得最棒是 下差有一點 下差有一點 因為那些人予料到4.8 不知道 8 5 我聽不懂 我不會給你4.8 因為我的感覺是 哇 我用沙頭的客人 我 那些不是叫沙頭的 大佬 那些不是叫沙頭的 你怎麼這麼淡 我不覺得這麼淡 那些叫薄味 不是沙頭的 淡味 淡味 大味 不是的 可能你用另一個方法來喝 你可能會開心一點 但我總之就是覺得 不是這樣OK 全世界都說它OK 不代表我自己的口味 雖然我有一個 我最喜歡喝普通咖啡 但是它製造那個特龍 我也覺得麻煩 所以 Anyway 特龍最好喝 是我喝過這麼久 歷史 兩隻最好喝 第一隻是在意大利 那些是天下無敵的 無德肺 我就有機會再去意大利也要喝 隨便 在火車 無緣無故在咖啡店 都變態地好喝 這個是很舒服 我們可以試試這個特龍 第二就是 Womantan Coffee 做出來又是很平衡 很好喝 但是 拍得住這個意大利 但也不夠的 試一下這個特龍 這個是火 Milk Coffee 應該不錯的 試一下吧 這個很鮮 我看到它的能量 讓我看看 這個Process的方法 是驗羊 你記得嗎? 再看驗羊 什麼叫驗羊? 驗羊 就是很臭羊 不知道 驗羊是看到燦爛的陽光 還是COVID 看到羊 即是 positive 羊氣的羊 對 什麼叫驗羊 不知道 總之就是那個Process 你記不記得 Tomotachi Tomotachi是雙倍的燦爛法 好像其中一種發酵的方法 哪個驗 很驗的驗 蛤? 即是驗羊 你讀了驗羊 驗羊 OK 氣不怕 就是喜有詞 對 很驗羊 驗羊 即是討厭羊氣 我不知道 因為排除了氧氣 總之是發酵的一種發酵 你記不記得 Tomotachi 是Double OK Double驗羊 雙重驗羊 對 即是它不是討厭這個 而且我發酵的 O2 它討厭O4 每一次 Double驗羊 有時不時有些咖啡的方法 不會窒息 OK Anyway 每一次 我們其實也有試過咖啡的方法 是用這種方法 是 你記不記得 是嗎 那種 那個味就是這個味 是嗎 是嗎 你不說是這種 那你聞下去的那種 一聞你那種花香味 就是由這種方法做出來的 我不知道 我聞到花香味 一聞到那種味 就令到我想起 啊 Tomotachi 有些就是那種味 那我聞到那種味 我就覺得 它應該是 驗羊 做出來的 是嗎 厲害 我從來不會用這個 這個角度來要研究 這個味道 這個聞到的香味 versus 那個酷梅的方法 讓我回答她 Tomotachi 它是故意用四六階的 特別的一個方法 使用它的味道更加豐富 你記不記得 Tomotachi是很特別的一種味道 是 嗯 但我 傳統就是這樣炒 但它這個也似乎有炒過的 不是炒 是它 咖啡 新醬那個 加進來之後 它是要process的 process是要做rose 對呀 它的rose就是 可能是日本人的scalap rose 或者是Scanalivian的scalap rose 但它的process是有 不辣不辣 然後加進去 然後加進去 這樣做 OK OK 但是平時呢 平時的process 有很多的有washing 有natural就是日曬 日曬 OK 即是日曬或者是雨淋 不是 OK Itolabia的陽光夠充足 對呀 歐洲的霧 葡萄有這個washing 歐洲的臭氧層霧了 所以要醃漿 歐洲的臭氧層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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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我喜歡的 不是呀 不是呀 只是說一下而已 穿了一個大咕嚕 就有太多紫外狗 不,你才叫April咖啡 是 Owner不叫April Owner叫甚麼? Mai 是甚麼? Owner叫Pattrick 叫Pattrick 而Owner是四路的朋友 OK 正常 因為 這個 Danish的April 是叫April April 那April就是Pattrick 是不是? 是正確的 這個真的 他 一點都沒有那種 吞下去的後味 有時候有些稠味 辣口 沒有那種 但它後味是甜的 對呀 因為它是Sugar 因為它是Sugar 很少 適合的味道是甜的 通常適合的味道是古的 或者是金的 其中一個 我 你之前說 Pattrick 那種 你覺得很一般 其中一個 我都覺得有點失望 是 傑 是 它真的有一個傑味 我覺得不可以 我喝的時候 不可以 因為我喝完之後吞下去 我會覺得 很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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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 大家 這個 是很舒服的 很滑郁 對呀 很棒 很濃郁 很濃郁 雖然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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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rick Pattrick Sugar 它是沒有味道 冠冠 但是它是2019年 那個首冲第二 輸了給水 旁邊 IKEA 是 它第二 嗯 再試 手冲第二 2011 我們 是的 高域之前 那些 TASING 應該全部都種了高域 不是 我看它 高域之後 它還是這樣 大家在聞一下 在喝 它不會交叉交換 但是 問題就是 整個過程都很容易中招 這個真的很好 很好 很好